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把我们生命当中最纯洁神圣的那份情感 能够分享给一切友情众生 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父母之外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思想 说父母是有形的天地 天地是无形的父母 也随着当今世界的发展 我们人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我们越来越体验到这一点 不仅我们这个生命 甚至发福受之父母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受着这个世界的诸多的恩惠 这个世界养育了我们 地球是我们的母亲 地球是我们的美丽家园 甚至我们此时此刻 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 享受着宁静的环境 这都是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所以我们生命现在通过佛学 智慧的教导 认识自我生命 认识自我生命里面的 有思想 有语言 有行为 思想有好的 有利益自己 利益他人的思想 思想里也有 损害自己 损害他人的思想 所以这个 我们生命是需要用理智来审查的 也是需要理智来自我约束的 让一个生命能够输出 它像一台机器一样 能输出好的 自利利他的 这就是一台好机器 我们的思想 言语 行为也都是这样 不仅是对生命 要有好的 友善的互动 产生我们自我生命的价值 甚至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物质世界 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责任感 特别是现在 我们来到医保 我就发现 医保的水还是比较清 山也比较绿 地面的白色垃圾比较少 我就觉得 哎呀 你看 医保是一个好地方 山清水秀 甚至今天我发微博 也像 这个 我们国内的信徒们 介绍医保 我的医保 树有小桂林之称 不单单环境有美 而且这里的宗教信仰 自由发达 修行的地方很多 周围的山 处处都有溶洞 大小乘 佛法 各个宗教 呆这里都很兴盛 这成为我们 你们衡量医保的一个好的标志 那反过来我们人也应该为此做出贡献 我们能够赶父母恩 能把自己啊 我们的心像一个 一个一个 能够有忠 需要 这种好的状态 我们自己也会陶冶在这种状态里面 而且我们珍爱这个世界 所以我也一直在 在相互的推动这些 甚至少用一张餐巾纸 洗衣服的时候 洗沐浴的时候 少用一些沐浴液 开车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马来西亚蛮奇怪的 这个地方 那个汽车买回来 他要再去改装一下 再把那个引擎 再给他改成 声音很大 车子排量小小 把引擎的声音很大大 这也是蛮怪 这个心理当中的一种病态 我觉得 他觉得油门踩下去 有动感 但是那个特别是晚上啊 寂静的街道就 就过去了 晚上睡不着 这个就是 这种噪音 污染了这个环境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 马来西亚来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很好 大家讲话的声音很小 这个很有礼貌 我觉得这个很非常好 不会去打扰到别人 所以我们的行为 我们行为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不良行为的话 这个反馈是很严重的 乃至人一味地追求 物质的发展 经济的建设 荒漠的心灵 道德划破 这是已经是为 在我们现在当今人类 已经是 已经是一个 提供大家做反面教材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现在 急需这个宗教的力量 对心灵安宁的这种力量 而且我们人类 在几千年当中 积累的这个文明的一股力量 所以 21世纪物质特别发达 但是反过来说 物质和精神严重失衡 这是一个需要呼唤精神世界的 用强大的精神力量 来平衡物质 成阴阳平衡 我们中医说阴阳失调 人就生病了 我们当今世界 就是一个阴阳失调的世界 我们大家都注意在 这个经济建设 物质的发展上 忽略了精神的建设 所以这个 整个人类的文明 对我们现在的人类就有恩 我们要反思 汲取我们祖先 给予我们的厚爱 汲取祖先 给我们的道德财富 让我们重新一次反省 我觉得21世纪 应该是一个 我们东方文明 精神文明 道德文明 复苏的一个时代 三百年前 三四百年前的 欧洲的文艺附近是 是物质发展 机器革命的一个时代 但是现在是一个 我想生命 除了肉体 还有精神 而且肉体和精神 两个比起来 人死了之后 精神离开这个肉体了 肉体就变成尸体了 当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精神 生病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生命 都会产生病态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的精神 生病的时候 整个社会都会进入病态 这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念父母恩 念天地恩 环境恩 我们要感谢新鲜的空气 不要污染它 不要抽烟 抽烟污染自己的肺 还污染外面的空气 吸进去污染自己的肺 吐出去污染别人的肺 污染了空气 而且你算不过来 你污染那口空气的话 你算不过来 那个罪有多重 所以我们佛教里 告诉我们佛教徒 一个吸水 一个清澈的吸水 你洗手的时候 应该把水咬出来洗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手 伸到吸水里 洗的时候 整条吸水被你污染 虽然你的手 不一定那么脏 但是佛的智慧 告诉我们 你要爱这个吸水 不要因为我们的一双手 污染了这个吸水 所以取水而遇 甚至我们佛教徒 佛告诉我们 不能在草头上 不能在绿叶上 草上面土坛的大小便 佛规定到这么细 对草这么爱护 对水这么爱护 对空气 更是我们佛教徒 最知道珍惜空气的情形 这个就是保护心灵 我们能够保护 我们的生命质量的 具体的体现 具体的体现 这样一个生命 肯定是自我也是享受的 父母也是欢喜的 人类社会都是需要的 整个社会群体 都需要这样的生命 觉悟的生命 有节制的生命 大地万物啊 一切天龙护法 都是欢喜的 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啊 你别以为好像这个世界没有神啊 这个世界 我想我上次来 我们马来西亚 去那个东马 报纸里有一个新闻 很奇怪 好久不见